我们接打BNT第二剂 预约时间到民众来诊所打疫苗 BNT四周能打 AZ也缩短到八周 未来也开放地方和指定合约院所 提供没在平台预约者接种 随到随打 台湾疫苗覆盖率一剂破74% 二剂打36.89% 但13轮预约却不如预期 疫苗摆着没人打 6号还来一批 自购59.4万剂AZ 效期直到这月底 立委温玉霞提出质疑 三期警戒时疫苗匮乏 危机度过陆续到货 这批AZ却是极其品 效期请24天封肩要一周 真正能打的只有两周 是别国不要拒收还是他国减胜的 台湾官员还接受 难道没独职问题吗 本来有更多的量 但是我们后来评估 大概没有办法说在11月底之前 就把它注射完 指揮中心不担心说 第1415轮疫苗接种都会落在11月 提醒地方及医疗院所 优先使用这批疫苗 高雄把疫苗接种点设在捷运站 中央鼓励地方祭出催打诱因 别因疫情退烧 打疫苗热潮跟着退 毕竟突破性感染频传 长庚的第三季混打 也预计两周内开打 顺利一个月后有初步数据 指挥中心关注结果 但仍把目标放在眼前 第二季接种率 TVBS新闻 张兆华 我宣同高盛行 SN小组台北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